大家好,上一期我就略略说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对比,这些是很个人的,一些看法不是千篇一律的, 讲开华的楼价,现在事实上,温哥华的楼价就是很高的了, 怎样为高呢?你是要跟打工那份的薪金比例来计算的, 就不是计算很多移民带着很多钱过来,落地就立刻可以买了一间屋, 因为他们很多移民在原居地卖了他们的屋就过来有一笔这样的钱买, 现在我不是讲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根本上是没得讲的, 现在你看看有很多有钱的移民过来,不是特止中国, 有很多以前伊朗也是的,伊朗人当初来西温那里大量投资, 他们都是带入很多很多的金钱过来, 你了解这个城市的地产你就明白的了, 不是跟那些说我过来就立刻可以六七十万就买一间屋, 买一个阿帕文或者百多万,不是这些, 我所面对讲的就是本地的工薪阶层, 他们现在每一个月生活开支之外, 能够拿到多少钱出来, 存来做down payment, 供楼,是讲这一部分, 所以不能够用移民那种眼光去看, 因为事实上有很多移民, 当然啦,移民之中也有很多穷的, 即是来到都是拿两个行李过来的, 过来落地立刻要打工的, 或者是难民, 那些战争难民, 它真是一无所有的, 但是也都有一大部分富有的移民, 非常富有, 说了一亿亿声的, 只不过他们都很低调的, 那你看一下, 他们买了些什么屋你就知道了, 那现在我所说的, 你说如果100万在温哥华, 现时来说, 是买到什么屋呢? 其实100万, 真是, 你要计算, 给了一些转名费, 律师费, 就不是100万的, 如果你买新楼, 就还要加多一个GST新屋的税, 那所以, 100万就不是100万的, 不得去辩论的这一件事, 每一个人, 根据自己的情况, 看饲食饭, 我一直都说的, 看饲食饭, 你说如果是哪一个富贵, 住海景, 那万万千千个人很富贵, 是吧? 在温哥华西温, 这些是没得比的, 或者他做生意很厉害, 是吧? 或者他已经是很早就已经来到, 以前温哥华, 十万一间屋都有, 我想很多人都没出生, 没有说来加拿大, 所以没得比的, 我们说的就是很实际的, 买去公众市场附近的, 就是沙巴路那边, 我亦都知道, 当年我也有投资过那边, 因为胡仙, 起落的一些楼, 大家如果从香港来, 都知道胡仙是谁, 那些很快就放出去, 以前来说, 就是可以说, 楼换楼, 或者是炒, 都有一个空间在那儿, 现在基本上, 你要用房屋来赚钱, 除非你是用自住屋的, 投资屋来说, 你基本上是水瓜打狗, 不见了一部分的了,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 去hold住一些投资的屋呢? 可能他早期买落, 他现在出租, 他的回报率去到九厘十厘, 这样的情况下, 他一定是hold住的, 当一个利息, 当一个被动收入, 所以房屋这一样东西, 每个人去看这个问题是不同的,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在那儿留言, 是吧? 但是, 我们说的呢, 就非常实际的, 就是说, 现在我们去打一份工, 除了税之后, 我们还剩到多少, 可以来存呢? 这个, 要存钱的问题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的, 要很省, 要很有计划去用钱, 每一分钱, 真的都要想过量过, 想一想, 是不是该花呢? 这样才存到一笔钱的, 医食住行, 都要折衣缩食的, 不要跟我说, 移民带来多少钱, 在香港买了过来, 买的那些, 就不是计入这个行列, 我是在这里的人, 所以我要计这边人, 买楼的那种困难, 是不是? 不是说, 我买了楼, 那我就说你, 你们那些人没有钱, 买楼是你们的事, 不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们关心社会的, 这个也是一个议题, 前几天, 我们的总理在这里说, 他的意思就是, 保持一个高房屋价钱, 因为呢, 也都是很大比数, 去保障一些退休人士, 他们的资产, 那这个呢, 也都很大的争议, 杜鲁多说了出来, 两边的声音都有, 事实上有一些退休的人, 他可能充其量, 最值钱的那样东西, 就是他那间屋了, 是吧? 他那间自住屋了, 如果你说, 一下子行政那样, 压低那个楼价, 他那间屋就算卖了, 可不可以, 做到一个对冲呢? 抗衡到通胀啊, 又或者是那笔钱, 可不可以, 比自己, 活到, 八九十岁呢? 那, 其实, 有一部分人, 也是有一个担忧, 因为他全部, 成世人的资产就是那间屋, 另一个声音就是, 就是, 连总理都出来说, 要保持一个高的房屋的地价, 那很多人是买不到屋的, 那买不到屋的, 那买不到屋又怎么办呢? 那班人, 真是, 长期是租屋住, 或者是, 真是, 捷衣缩食, 可能都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才存够那笔钱的, 这样, 其实是, 就是, 任何, 讲到一些社会议题, 都不同的声音, 这个就是, 很必然的事情来的, 看一下, 你站在哪个角度去讲的, 当然, 你, 如果是, 跳脱开自己的那个level, 去讲这个事情, 可能会是, 客观一点, 是吧? 很多人, 那当然不止那间屋, 可能, 它很漂亮的屋, 都可能是, 做度假屋的, 那你不可以, 拿这种标准去拉坏, 给大众的嘛, 是吧? 就是, 现在讲的大众的问题就是, 100万, 不只是100万, 就是100万的, 如果你买新的, 拍板, 新的, 公寓, 你还要给很多, 税啊, 手组费啊, 律师费啊, 那就不可以, 是100万的了, 是吧? 你说, 当一般的家庭来讲, 你很多人打工, 工身阶层, 做装修的那些是令计, 做高收入的那些是令计, 普通拉云来讲, 除税后, 有4千多, 5千元, 如果它是一家四口的, 那当然, 也要太太, 也要出去做一份, 当你7-8千元一个家庭来讲, 随税后, 但是有很多都未达到这个收入的, 只不过拿一个中间数来讲, 那如果你有两个新闻, 又要供楼, 可能还要供车的情况下, 就真的每个月呢, 是慢慢的, 所以, 他们选择屋, 价钱来讲, 就一定是将货就价的了, 不要说是什么景的了, 你甚至是买远一点的, 通勤时间长一点的, 他都会考虑的了, 所以,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自己的环境, 不同的实际情况, 是各有体验的, 所以, 屋来讲, 很多人都意识到, 你当然都要去买屋, 长期租你都不是一个办法, 当然,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 单身的, 你都没什么所谓, 是不是, 到处去换屋, 我认识有一个, 他做医生, 他的收入, 他也不是说, 实习医生, 他已经是出来, 挂牌做医生的了, 他跟我说, 他说他不买屋, 但是他周术呢, 就去换屋了, 哪里好的环境, view, 他就搬去那里, 一签, 就可能签一年两年, 他常常去换个location来住, 他说, 当好像在世界各地旅行那样, 看到这个城市不同的风貌, 也都有这些人, 但是如果你说, 现时的人来讲, 很多人都希望买到一间屋, 那间屋, 也都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象征着一个资产来的, 如果你有一间屋, 你可能做很多的银行贷款, 或者你要做一些开公司, 或者怎样, 那别人都会看一下, 你明一下有没有什么资产, 是吧, 你可能只有五千元, 就说开公司了, 这样, 当然啦, 你开一间公司, 你也都开到, 是吧, 开公司, 不用什么钱的, 以前有很多韩国人, 他不买屋, 他都拿钱来做生意的, 但是现在, 那些人开始转风向了, 好像觉得, 通胀的情况下, 就是在物价这么高的情况下, 那个经济环境, 也都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 但是, 屋始终是比较有保障一点, 他们觉得, 怎样亏, 他都是, 还有个渣纳在里, 都还赚到一份住, 是吧, 所以, 不同了, 是吧, 外来移民有, 大部分是有钱的, 有资产的, 那他们当然有一种优越感, 所以, 这种的优越感, 不是人人都有嘛, 在本国这里, 是吧, 有一部分移民, 真是拿着两个行李, 两手空空的那些, 是没得说啦, 那些留学生那些, 你可以要求他有什么资产, 是吧, 但是, 有很多是, 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或者是有一定年纪, 他由他原居地来, 很多他们在原居地都是, 有一间半间屋, 甚至不止一间屋的, 这些来到, 他们就很多选择了, 买屋的范围, 也都是很广, 也都有很多的挑剔都可以了, 是吧, 因为, 手里面拿着那笔钱, 可能在香港卖了一层楼, 有限定的, 可能都, 六百七百万, 或者成千万, 或者以上, 那他来到, 怎样都, 有一百万家子或以上, 所以, 他们的选择范围, 甚至是, 很轻易, 他们就pay off, 买了一间屋的了, 屋这个问题, 很大的争议, 讲一百年都讲不了, 在每个人自己的眼光里面去看, 去讲, 只是代表自己, 我在视频那里讲话, 我一直是这样讲的, 我代表自己, 只不过是, 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不是一概而论的, 我代表不了你, 你也代表不了我, 是不是? 屋价来讲, 买了多便宜的屋, 我都见过了, 因为我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 我一定是, 给很多移民, 看过这个城市的屋价, 是最便宜的时候, 或者是最贵的时候, 都已经是看过了, 每个人的观点角度不同, 现在所讲的就是, 很多人说, 要移居去美国, 也是很大的因素, 就等于, 很多移民, 他在原居地, 要过来移民, 也都是, 要有一个条件, 是不是? 以前, 很多机会, 投资移民, 企业移民, 自雇移民, 很多很多移民的项目, 现在, 你就算过来读书, 当然, 你有公司聘请你, 有工作, 或者你在这里, 展开你的生意, 这样, 可能, 都会考虑到, 有转移民资格, 但是, 现在, 很多门都关上了, 很多都收紧离了, 握紧了, 同样, 一个国家, 他不会说, 无限期, 这样去, 接收一些, 他根本, 都制造不了, 住房, 医疗, 社会福利, 很多东西, 都制造不了的时候, 他一定回头来, 就会关门的了, 就会改例的了, 这个一定的, 因为, 政府是民选的政府, 你都要听听本国人, 纳税人的声音, 是不是? 有很多本地的人, 他可能每年, 都纳几十万个税的, 那这班人的声音, 亦都是, 非常之强烈的, 几十万,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一个人的年薪, 都可能, 到不了这个level, 人家都已经是, 去交几十万个税了, 那这一批人, 他们的声音, 他有本事, 在加拿大, 找到这一笔的税金, 他当然, 他也都有本事, 将他们的意见, 反映到去, 国会的, 一定的了, 喂, 现在怎样搞啊, 是吧? 那你, 都要去顾及, 这些人的, 不是说, 只是偏邪, 在移民那里, 本国人, 几十年来, 是建设着这个国家, 将这个国家建设得, 是有一定的规模, 才能吸引到移民过来的, 是不是? 很多人都是, 移民过来的嘛, 为什么要移民过来? 一定是, 有它的原因, 要是, 家属团聚, 要是, 向往这边的生活方式, 一定是, 有它自己的个别原因的, 只不过就是, 不是说, 在这里, 有那么多篇幅去说, 所以, 房屋的问题, 很难说的, 你不同的, 观点角度, 你不同的位置, 看的问题, 亦都不同, 是不是? 事实上, 现在来说, 你和经纪说, 如果现在, 你和一个地产经纪说, 我有100万, 我想在温哥华, 买一间独立屋, 你和那个经纪说, 我想那个经纪, 都看着你, 都不知道什么好, 你100万单批文, 你当你家屋是百几二百万, 银行都不知道, 批不批给你, 那个贷款, 批多少%给你, 都不知道, 所以, 那些经纪, 多数听到这样, 都眉头皱了, 做不做你的生意, 都这么高兴了, 又或者, 你和那个经纪说, 我现在五六十万, 我买一个公寓, 一房一厅, 你五六十万, 行不行? 或者是很旧很旧的, 两房一厅, 我想那个经纪, 都是拗了头, 要跟你去找, 现在不是说, 你五六十万, 住了, 入去, 买了这一家屋的问题, 五六十万, apartment, 除非真是, 你这么幸运, 这么幸运, 买到一些新的, 现在所有, 超过十几年的屋, 全部都要翻身, 全部都要扔一筆很大的钱, 去做, 维修, 年轻的, 又怕着那份工, 不知道做到多久, 会不会被人家, 又有lay off, 年老的呢, 银行更加之不会信你, 不会借钱给你去, 江湖救急, 拿那笔钱去, 交那些维修费, 现在, 虽然那些, 旧的楼, 你觉得, 我买入很便宜而已, 但是, 那些维修费是, 分分钟对于一些, 退休老人, 可能在吃政府福利的老人来说, 那笔钱是天文数字来的, 还有, 有很多的apartment, 公寓, 例如, 他们, 被, 保险公司要求, 买到很高的, 房屋保险的, 单是水险都要另外买, 一般买保险, 10万元, 水险, 就including的了, 有些, 他要求你买到20万, 那些, 也都要另外买的, 那你要计算这一样东西, 不是说, 你五六十万, 买一个apartment, 进去住, 那你是不是要交管理费, 你是不是要每一年都买房屋保险, 当然, 也都有一些人不买的, 据我所知, 一于就胆正命便宜, 博他没事, 祝他lucky, 现在在downtown, 比较是好一点的apartment, 或者是有海景view的apartment, 他们的管理费, 分分钟已经是, 1500元起跳, 有些已经是2000多元, 是很平常的事的了, 这些管理费, 还要每一年都加, 加100多元, 200元不定, 还有一两年之内, 又说要装修, 又说要大家的业主要夹粉, 做什么维修, 那一笔钱呢, 就不要算它先了, 那一笔分分钟也是天文数字, 每一年加管理费, 每个月当你一个单位, 不要说你两个单位, 你两个单位已经去到3000元, 你不饮不吃都要付, 很多人可能每个月, 每个月, 都未必是, 都未必是, 拿到3000元, 就算你, 每个月, 每个月, 5000元也好, 你不饮不吃, 不只是一间屋的嘛, 是吧? 你都要吃的嘛, 你都要衣食住行的嘛, 是吧? 为什么, 它会是, 这些管理公司, 是可以这样来做呢? 它觉得这些人是有钱的, 别人说老康炸不出油而已, 这些人是炸得到它的, 你一个单位已经1500元, 你再将它的地税, 除12个月来分摊来算, 大大话话, 你一年不饮不吃, 你单单住那个房间, 都等于好像租它来住那样, 分分钟是2万元, 2万多, 甚至3万元, 如果你两个单位那些, 怎样你都已经是上到几万元的了, 那你还要房屋保险呢? 好了, 除了这一块的几万元之外, 你每年你不饮不吃, 你都要给之外, 那你是不是还有生活的开支? 你是不是还要吃? 还要衣食住行? 那就是, 他们当年去买这些房间, 可能几十万而已, 他们住了二十多三十年, 那你楼价升, 他们对于不卖的人, 继续住的人, 真的没有什么影响的, 是不是? 但是, 每一样都贵了, 可以想象到,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收入, 根本上, 我送给你住, 很多人都住不起, 所以, 有很多早期买下屋的人, 他住着, 他都没办法维持, 他就买, 他就向其他地方去买, 我认识很多人, 他们有些农居, 早期买, 是不需要那么贵的, 每一样都没有那么贵的, 最初搬进去住, 可能三十多年前, 他都是五百元管理费的, 现在一下子扯高到, 差不多一千五元, 他们就搬, 搬去哪里呢? 搬去本拿比, 搬去列治民, 大有人在, 每年都有些人搬, 他就是希望, 逼到你这一班人, 搬走, 又有新的, 买得起这些屋的人, 搬进来住, 很多人说, 住单趟, 富贵, 富豪, 这些人, 绝对看东西是很偏颇, 因为很多人, 他们在二三十年前, 买的时候, 是很便宜的, 只不过, 他们一直住住, 你现在大卫视楼价升, 怎么叫做有钱人呢? 今天又出来吃晚饭, 这一间, 现在是做龙躬, 龙躬有分二食三食, 好像我们今晚那样, 炒过龙躬球, 有一个汤, 这些二食, 八十多元, 如果是三食, 就已经上了一百元, 三食, 就是多一个, 就是士汁蒸头腩, 那些有骨的, 我们不吃的, 所以就叫少一样, 但是就叫了个, 士汁炒蜜, 也是叫了一个, 豆仔炒, 猪颈, 要多一碗, 猪蜂可粉, 这一餐饭, 算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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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多元, 我们就是两个人吃, 其实今晚的菜, 分分钟都可以四个人都行, 只不过, 有时想喝点汤, 因为外面炒那个龙躬球, 它真的炒得好吃, 现在出来消费, 都是这个价钱的了, 总之, 生活的东西就是, 看饭吃饭, 各人都有不同的, 自己的生活方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啦!